今天我們開拆這台割了很久的 魅族 20 Infinity 無界版 我自己是京東 6289 購入的 額外附贈了一個藍牙音箱 然後一個自家的 Panda 手機殼 剛開箱那會兒到手上說實話是很驚豔的 後蓋和後攝 Deco 呈現出來的無界感 立馬就能感受到 不鏽鋼邊框質感也很足 配色上也比較高級 黑色很深淳 主打的綠色又非常的優雅 正面屏幕四條黑邊等寬 雖然比 20 Pro 的上左右三邊要寬了一些 但是視覺上是舒服不少了 特別是套上自家的 Panda 的殼 能進一步縮窄黑邊 沉浸感更足的同時還加強了防護性 可以說是一舉兩得了 整體外觀設計的差異化是非常明顯的 至少對我來說屬於一眼心動的類型 仔細看前後兩款玻璃的邊緣 其實會比中框要小那麼一圈的 大概 0.2 到 0.3 毫米 不仔細看確實不明顯 這也是考慮到了跌弱性能取捨問題 我自己屬於用機比較謹慎的人 所以偏設計多一些 我完全能接受 直接將無界進行到底 反之就老老實帶個後視點的套 工作學習壓力大的時候 摘下套看幾眼你會發現 即便是無界它也是有鏡頭的 並且還比中框小一圈 所以沒有什麼事是過不去的 辦法總比困難多 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直接開拆 來看看這個無界版的內部相比Pro版本 到底有哪些改動 第一步關機後取卡托 卡托位於機身底部 雙nano SIM 設計 上下放置 卡托材質是金屬加塑料 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第二步拆卸後蓋 加熱後分離後蓋 後蓋使用泰坦玻璃 三顆後設上覆蓋的是藍寶石晶片 後蓋內側鏡頭和電池位置的緩衝泡棉隱隱俱全 戴口左側還覆蓋有一片GN貼紙 為了實現後蓋懸浮無邊界的設計 中框內側邊緣的注塑部分相比其他機型會更高一些 無界版整機是要比20 Pro 略短一些的 但無界版的後蓋反而比20 Pro 要長 1.26mm 第三步拆卸主板 主底部分對比20 Pro 三段式的布局上有調整 主板部分的佔比變大了 進而壓縮了電池和副板區域 這塊是 UWB 天線 下方無線充電線圈和 NFC 線圈集成在一起 支持 50W 的無線快充和 10W 的反向充電 線圈上下兩端各覆蓋有一片散熱膜 卸下 12 顆螺絲 挑開 UWB 天線的接口取出主板蓋板 蓋板上方雷射有多條 LDS 天線 左下角還沾有閃光燈排線 排線上集成有兩顆雙色紋閃光燈 蓋板內側緩衝泡面一應俱全 線圈背面的散熱膜一直延伸至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挑開兩個電池接口進行斷電 隨後挑開主板上的所有接口 卸下一顆螺絲取出所有攝像頭 三顆後攝固定在一個金屬防滾架內 攝像頭的詳細信息大家看圖 取出主板 主板是雙層疊板設計 正反兩面屏蔽罩都有散熱銅箔的覆蓋 SOZ 的對應位置還圖有導熱材料 頂部麥克風 Flick 傳感器 激光對焦模組 前置的距離和環境光傳感器 以及氣壓傳感器 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 大家注意看激光對焦模組右側的小孔 原本以為是麥克風的開孔 但從主板對應位置並沒有麥克風出亮 所以實際上這個孔 現在是IP68的排氣孔 說到IP68也是比較有爭議的點 魅族20無界版整機是做了IP68的設計 但是沒有去做認證 不過即便是IP68 沒事咱也別瞎給手機洗澡 畢竟要是進水了 可不保修 4 加散熱銅箔 輕調導熱材料 吹開屏蔽罩 旗艦機該有的三件套 海力式 LPDDR5X 的 RAM 加第二代驍龍 8 加三星 UFS 4.0 的 ROM 頂部揚聲器看尺寸就知道下料很足 採用了瑞生科技的 1115K 相比 20 Pro 的 1012A 卻有升級的 中框上 三顆後攝 以及主板的核心發熱區域 均有做鏤空的處理 主板位置這麼大的鏤空區域並不多見 這使得後攝和高發熱芯片可以直觸散熱膜和 VC 均熱板 提高導熱效率同時還能壓縮後攝模組突出的高度 第四步 拆卸副板部分 卸下 7 顆螺絲取出蓋板 挑開副板上的所有接口卸下一顆螺絲取出副板 底部麥克風和 SIM 卡卡槽集成在副板上 取出底部揚聲器相比 20 Pro 也有升級 用了瑞生科技的大師級揚聲器 1116E 規格 卸下一顆螺絲取出 Type-C 接口排線 接口內側有防塵防水的膠圈 規格是 USB 3.0 取出 X 軸的線性馬達 別看尺寸上和 20 Pro 是一致的 都是 0815 但性能上有提升 20 Pro 是金融電機的 ELA-0815 屬於相對老的平台 驅動力會弱一些 而無界板用的是瑞生科技的 SLA-0815 第五步拆電池 有快插設計 電池是單電芯雙接口設計 容量 4800mAh 自家製造 搭配附帶的 65W 快充 峰值功率有 59W 實測 1 到 100 是 55 分鐘 底部麥克風的收聲孔不是 L 型的設計 誤插後可能會傷到防塵網 換卡時切記三思而後插 不要大力出奇蹟 最後一步拆屏幕 加熱後劃開四周粘膠分離屏幕 屏幕是京東方的 Q9 發光材料 支持 1920HZ 的高頻 PWM 調光 表面覆蓋了泰坦玻璃 同樣這塊玻璃整體會比 20 Pro 要長個 1.2mm 實測手動全屏最高亮度是 600 尼特左右 全屏激發最高 1380 尼特左右 屏幕背面是全覆蓋的銅箔 驅動板上集成有一顆 惠頂科技 GT9916R 的觸控 IC 中框上方貼有大面積的散熱膜 旁邊是超薄光學指揮模組 沒有上超聲波主要是因為屏幕蓋板用了泰坦玻璃 現階段還有不少軟硬件問題有待功課 私下散熱膜下方就是銅合金材質的 VC 均熱板 面積肯定是沒有 20 Pro 上的大 來看一下遊戲的數據 王者和吃雞都能流暢運行 但是整機溫度相比 20 Pro 確實偏高了一些 原神半小時平均 52.8 幀 最高溫來到了 45 度 顯然要跑滿陣還是有些吃力的 剩下的就是無界版比較特別的地方了 這是一塊非常罕見的鋼鋁混合中框 不鏽鋼邊框通過納米注塑和鋁合金內框融為一體 外表面是通過物理氣象沉積工藝打造的不鏽鋼邊框 這種工藝處理出來的表面 它具有高硬度耐摩擦耐腐蝕等特點 並且外部呈現的質感相當不錯 好了 下一期簡單就到這裡 整機有兩種共 22 顆螺絲 眾絲歸位 尿推介 尿推介 雷 一 總是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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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整体拆下来给我的感受 魅族20无界版很明显是以设计为导向 为了实现屏幕和后盖玻璃的无界感 重做钢铝混合的中框 加高注俗 为了实现后摄DECO的无界感 加宽开孔的间距 保证视觉上的美感 整机的 CMF 设计并不输苹果三星 特别是魅族的 UI 设计 也是在线秩序感和使用间距 而带来的内部改变就是三段式结构堆叠的调整 主板区域占比更大 多出来的空间倒是没浪费 后摄增加了一体式的防滚架 双扬用量也很足 X 轴线性马达也有升级 当然相对薄弱的部分也很明显 游戏和影像 游戏主要是设计上的取舍 影像确实是需要花时间耐心调 且看后续机型的表现吧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我是欧兵 我们下期想餐再见 。 ا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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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